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部图呈现两个变数之间相关的形式、方向还有强度 我们上节讲过直线的相关尤其重要 因为直线是最简单普遍的形态 但是光用眼睛看并不容易判断直线相关的强弱 自己点的分布若是呈现曲线的状态 表示两个变数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这就不在高中的讨论范围 问题与讨论三 只靠三部图判别两个变量的相关足够吗? 请同学来看一下这边有两个图 老师要考考各位 你观察上面这两个三部图 图一跟图二 请问哪一个图的直线相关会比较强呢? 同学有选好了吗? 我听到大部分的同学都选择图一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密 那这个比较疏 是这样子吗?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图一跟图二 看起来图一比图二还密集 所以一般的同学都会误认图一的直线相关会比较强 那其实这两个图都是根据我们底下 这个问题一的资料所绘制的 那只因为坐标轴的刻度跟范围的选择不同 就会产生根点之间的空白 还有疏密的不同 我们的眼睛就会受骗 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好,各位来看一下 那你受骗上当的地方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图二 它的那个刻度的大小是20 这边的最小值从35到95 那图一呢 它的刻度是10 然后呢 歪走的地方是从0到120 所以会造成两个图的疏密的不同 造成错误的判断 所以为了避免绘图的时候 因为刻度的选择所产生的差异 还有不同单位的影响 所以呢 我们按照一般分析数据的策略 除了图以外 我们应该要加上一个适当的数值来度量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课题 就是我们要引进一个统计量 叫做相关系数 这个呢 相关系数来衡量两个变数之间 直线相关的强度 好,那要怎么样来去寻找呢 我们先从代表两笔数据的直线开始 好,探讨如何去寻找 这个所谓的最佳直线 或者有人把它叫做回归直线 也有人把它叫做最适合的直线 从这边开始并定义相关系数 同学准备好了吗 这个课程会越来越有点吃重哦 好,同学 我们这边先从简单的例子来左手 老师给各位四笔的资料 XY分别为13213247 如果呢 我们想用一条直线L 它是Y等于A加BX 来表示X跟Y之间的直线的关系 那么呢 AB要如何取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们要取一条直线L 让它跟散布图当中的点 越靠近越好 但问题来了 这个近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呢 好,各位同学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首先将资料点写成数对的形式 例如X1Y1就代表E3 X4Y4就代表47 那这边老师要引进一个名词 叫做残差 我们定义呢 DI比数据的残差 这个EI 就是YI减掉A加BXI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DI比数据的实际值 我们的实际值是YI 与这个预测值A加BXI的差 好,我们用这个图 让同学们更清楚来了解 XIYI在那边 那这个直线呢 是Y等A加BX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做一个千锤线下来 那千锤线呢 跟这个直线的焦点坐标 就是XI 它的Y坐标就是A加BXI 那么我们DI比数据的残差 EI就定义是YI减掉A加BXI 好,那么我们这四个点 残差就是呢 那蓝色的线段所表示 但是呢,我们不是线段长哦 是坐标相减 实际值的坐标减掉预测值的坐标哦 好,那么呢 我们从这个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四笔数据的残差 E4 就是7减掉A加4B 那同理可以推出第三笔数据的残差 它的实际值是2 那它的这个预测值是A加3B 就是X坐标用3来取代 那第二笔数据的残差 E2呢 是E减掉A加2B 那第一笔数据的残差 E1 就会是3减掉A加B 同学 我们要来评估一条直线 Y等于A加BX 是否为最接近所有点的直线 进而呢 利用X来预测Y的值 那这条直线的定法有很多种 它们主要是以误差的大小作为准则 但是误差呢 也有很多种形式 老师这边呢 要请各位就呢 底下的几种误差的形式 来分别讨论它们的优缺点 有一点复杂 同学们要小心注意一下 首先E1呢 大E1这个误差是小E1 小E2 小E3跟小E4 这是比残差和的绝对值 那大E2 是代表了四个残差绝对值的和 那第三个 E3的误差是指 残差平方和 那第四个误差是指残差平方和的平均 那老师给各位想一想 它们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呢 诶 老师又听到声音哦 有的同学已经讲到E1 E1会怎么样呢 E1的话各位可以发现呢 哦 它容易发生正负相消的结果 因为有的点是在直线的上方 有的点是在直线的下方 所以它们减完以后会有正负相消的结果 没有办法呈现实际的大小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E2 E2呢 是残差绝对值的和 诶 选用E2来表现的时候 不会发生正负相消的结果 基本上可行 但是同学有没有想到 你要算出让E2最小的时候 AB的值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接下来E3跟E4 选用E3跟E4呢 也不会发生正负相消的情形 而且它的好处 可以利用配方法 来求出最小值的时候 AB的值 那E3呢 它会受了资料各数的影响 所以呢 我们在此会选用E4 因为它不受各数的影响 又比较容易计算 好 那这个想法呢 也不是老师发明的 这个其实是由数学家高师所提出的 它的关键的想法是 使得资料点 到直线L的千锤距离的平方和要最小 所以这个方法呢 我们一般来讲 也把它称作最小平方法 好 这边呢 我们就来做这样的定义 什么叫Y对X的最佳直线 就说呢 如果我们给定有限的资料点 S1 Y1 S2 Y2到SN YN 我们要找出一条直线 Y等于A加BX 使得误差平方的平均 要最小哦 那所求得的直线 Y的A加BX 我们就把它称为Y对X的最佳直线 或者是回归直线 好 那么呢 现在老师就透过刚才的四个资料点 好 让各位呢 来练习看看 把AV找出来 好 那我们的误差 可以显得四分之一的四个 残差的平方和的平均 那因为这里面呢 各位也知道 这个要算平方的展开 其实非常不容易 所以老师已经先把各位呢 做配方 把它配出来 得到这样的式子 好 那请同学就就 老师配方配出来这个式子里面 来跟我回答 你AB要是多少的时候 这个的误差值才会最小 有没有想到要怎么做呢 好 都是平方的时候呢 所以要最小就是要在 两个都是零的时候 因为平方数都会大于等于零 所以当2A加5B减2分之13等于零 还有B减掉十分之13等于零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误差它会有最小值 四十分之123 那我们解这样的连力 可以得出当A等于零 B等于十分之13 也就是1.3的时候 误差1的值会最小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得出最佳的直线 就是Y等于1.3X 我们就让同学可以看出这个最佳直线 跟这些点的之间的关系 各位同学 以上这节课的重点 就是希望各位同学 透过这个最小平方法 然后学习如何找出Y对X的最佳直线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请同学们要多做立体来练习哦 好 这节课就到此为止 谢谢